Yo,Sup,Santo,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 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呢 我也入手了好几双实战鞋 但是一直比较忙 也没有时间挨个来做 简要或者是详细的实战测评 所以今天借此机会 索性发一辆大车 把这几双鞋的实战性能 都简要的为大家进行一个测评 让大家一次看过瘾 这次的视频不会讲的非常详细 以主要的优缺点为主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双呢我们就来聊 Adidas Market Boost 这双鞋我实战过很多很多次了 在入手之后我就在不停的穿着它实战 简要来说就是一双好鞋 非常值得购买 如果你对它有意义的话 我觉得你也不用看太多的测评 买就完事了 它整体性能表现非常的均衡 没有什么非常明显的缺点 外底人字纹 抓地来说整体不错 但是在室内木地板时候 稍微比较怕灰 这次的Boost容量也非常大 而且它坐得非常宽 整个脚是坐在Boost里面的 而且也非常的稳 搭配着中底全掌的乘托盘 还有非常宽大的外底 整体的稳定性是不错的 在抗扭软的方面 结构还是挺坚固的 但是小问题 中底的TPU也没有延伸到足弓这 足弓这地方只有这一片热压材料做支撑 所以打久了之后 足弓内侧可能会有一点酸 而且这双鞋整体一上脚的脚感 是非常舒服的 整个鞋面也非常轴软 但比较软的鞋面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鞋面的支撑性比较一般 尤其前掌这个地方 我比较怀疑它穿时间久了之后 前掌的鞋面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松 但整体来说也是一双好鞋 我刚穿它打了比赛 比赛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稳定的 这双鞋我非常喜欢 非常推荐给大家 然后下一双阿迪就是BYWX 这双鞋我买的过程比较纠结 其实这双鞋早在去年上半年 就看到NBA球员上脚了 看到他们的图片之后 我对这双鞋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因为它的外观首先就吸引了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双鞋正式的发售 在我们这边特别晚 它应该是最近两三个月才在欧洲阿迪官网上架 而上架没多久就赶上冬季打热剂了 这双鞋购买的过程也非常的纠结 我为了买到自己的尺码 我买了三次 在打折的那几个配色里 这双其实是我一开始最喜欢的 但这双当时没有4次 我就买了这个配色 但是这个配色等到了之后 发现两侧的鞋舌不一样大 有一侧是明显扎的什么化学溶剂 像是明显的缩水的一样 重要的是尺码还特别的小 然后我就换了4次半 也就是这双44又三分之二 等了几天上脚之后 居然又小 这双鞋斜头的这个位置 非常的反人类 它往里扣 所以我买4次和4次半的时候 都特别的顶大脚趾 这个配色其实是有45码的 我一开始没敢买 所以最后我就买到了 我想要的配色 我想要的尺码 更有意思的是 在我第三次准备入手 这个配色的45码的时候 正好赶上阿迪官网折扣机末尾 折上8折的活动 所以我是以80欧元 买下了这双原价200欧元的 BYWX 这双鞋在前场采用了全人字纹 整体的纹路是比较细 橡胶材质比较软 所以耐磨性就不要想了 它只能用来打内场 它在外底做的凸起和凹陷 还有纹路都能够非常好的配合 我脚步的运动 中底的boost 在后跟的地方脚感比较明显 前掌的中底 其实是非常非常薄的 前掌非常贴地 后跟看着非常大 其实也是比较贴地的 只不过是外面上翻做了很多 整体的脚感是非常不错的 在场上跑起来非常的自如 这双鞋的支撑设计 我也非常喜欢 前掌大范围橡胶的上翻 还有内侧足弓的tpu 感觉两侧的支撑特别平衡 而且我特别喜欢内侧足弓 被撑住的这个感觉 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的鞋面包裹性也非常的好 但是鞋面包裹的地方 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它的鞋带孔非常的少 而且整体比较靠后 鞋面前半部分是无法调节松紧的 所以穿时间长的时候 我非常担心前掌的鞋面 会不会越来越松 不过整体来说是一双非常出色的鞋 在目前来看是阿迪18年 出过最好的鞋之一 好了 下一双 是我在回国期间入手的 Air Force Max 虽然这是一双纯内线鞋 按理说和我的打法比较不相干 但是我对这双鞋 从一曝光开始就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已经好几年 没有看到Nike做一双纯内线球鞋了 说实话 在实战的角度上来看 它不是特别适合我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穿搭打球 穿搭打球还是很有意思的 在我们这一代鞋迷的心里 全掌外露式的Air Max 7.2 永远是有很高的地位的 这双鞋的名字可不一般 它可是有着Air Force血统的 在设计上也能看得出来 Nike对这双鞋 还是用了一些心思的 不像之前的Air Max Audacity系列 那么的糊弄 完全不用心的话 它也不好意思把Air Force的名字 灌在这双鞋上 首先不得不谈 它的中底科技全掌Air Max 它的脚感是非常的不明显的 但是在后跟的地方 踩下去还是有一定的反馈 有一定的形变的 虽然我的体重是比较轻的那种 但是在后跟跑动落地的时候 还是感觉到后跟外侧的形变 因为Air Max的气压其实不是很高 它中间主要是靠 翻弄那些柱子来做支撑 而没有翻弄柱子的地方 是很容易被踩下去的 所以对于没有穿过Air Max的人 这种科技并不像很多人说的 或者是你们想象的一样 那么可怕 一点都踩不动 而且在运动强度比较大 落地特别剧烈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非常稳健 而且永远踩不透的那种缓震 而在前掌 就是踩不出任何的感觉 但是它的缓震还是在 除了缓震性好之外 第二个特别明显的优点 就是它的侧向支撑 它侧面用了一个这样的TPU 把后跟整个包起来 而且延伸到了外侧中部的地方 搭配上鞋面的绑带 它可以把脚锁得非常的紧 虽然它的外底设计的比较窄 而且中底的中心比较高 但是穿上这双鞋 还是感觉脚底非常非常的稳的 而且这双鞋在鞋帮的地方 包裹性也不错 在最上面有比较密集的三个鞋带碰 系紧了之后 脚踝的包裹也是非常的舒适的 但是鞋面的整体感觉偏软 包括脚踝的这个地方 两侧的材料也都是软的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双鞋是没有内靴的 相比于有内靴的球鞋来说 它脚感还是比较一般 AirPods Max可以说 是特点相当突出的一双鞋了 它的适用范围也比较窄 它基本上是适合传统中锋 所以比较喜欢打内线秋风 比较传统扎实 然后比较怀念这种大气垫球鞋的人 还是不要错过了 而我虽然不是打传统中锋了 但是穿这双鞋打球 也带给了我很多的乐趣 所以非常不错的一双鞋 然后也是最近刚发售 比较重要的一双鞋了吧 就是Nike PG3保罗乔治的 第三双前名鞋 这双鞋我实战之后的感受 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总结下来 它比前座保罗乔治二代 真是强了不少 在性能上的升级 我觉得可以说是全方面 它这个圆圈形的外底 抓地性就很好 而且相比于前座 对于中底Fylon的填充座的升级 中底更加软弹了 不像前座一滩死水 而我最满意的一点 就是这次加强了球鞋 整体的支撑性 整个中底的刚性是非常足的 可以看出它中间 这回是加了一个 比较结实的TPU支撑片 在前掌的外侧 我们可以看到 中底Fylon的上翻 还有前面这一块 这一块其实不是Fylon 而是一块橡胶 外侧的支撑也是非常好的 脚感算是一个 比较合格的中端鞋的脚感 并没有太出彩的地方 优点是 它的支撑性的确非常的好 但是这双鞋的脚感 有一个小bug就是这个位置的里面 也就是外侧足弓的部分 你从鞋里面膜会感觉到 它在里面是凸出来的 所以我在打球的时候 两只脚都有比较明显的 顶外侧足弓的现象 第一次实战之后 两只脚的外侧足弓 被个的还是挺疼的 因为每一次侧向的蹬地 这个位置里面的凸起感 都是非常明显的 带给了我比较明显的不是 但是由于毕竟是Fylon 可能在实战几次 慢慢穿开了之后 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所以我也会在 以后的视频里面和大家更新 硬伤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综合的性能 相比于前作二代要强了不少 以后有时候的时候 推荐大家买双试试 好了最后一双重点 最帅的韦德之道7 先说一下优点吧 第一就是帅 真的非常帅 这个白红配色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韦德之道7的配色 第二个优点就是纯国货 中国自主品牌出的精品 必须要支持一下 第三就是真材实料 用料高级 舍得花钱 做工也非常不错 看看这个大碳板 第四堆了一大堆的新科技 非常的有诚意 所以冲着这些优点 我觉得这双鞋 我花一千多买 我是心甘情愿的 而且买得很开心 但是回到它作为实战篮球鞋 尤其是李宁在鞋盒上 不都写吗 专业比赛鞋 在实战性能上的表现 我只能说真的不及格 这双鞋在性能上的槽点 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 真的不想一一赘述 因为如果要把这双鞋现在就细聊的话 可能这个视频就要拖一个小时了 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科技的堆积真的不意味着性能的提升 它在实战上的优点 在我看来也就只有中底比较软弹 缓震比较好 其他的真的挑不出什么优点了 它的外底抓地力很差 虽然用了大碳板 但是我觉得这双鞋的支撑完全不在点上 穿着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鞋面的包裹性也不行 我想吐槽的并不是这个没什么用的壳子 它主要是插在了这个鞋面 整体的这个材料 特别的僵硬 无法提搁脚型 系紧了之后 各种不适 不系紧呢 又非常的松不跟脚 还有就是球鞋的中底 重心太高 李宁云的这个中底 实在是太软了 前后掌的外侧踩下去 都没有任何的支撑感 以上的种种缺点合一起 就是它的鞋脚一体性特别差 这双鞋定价1000多 但是它的实战性能完全达不到1000多 很多市面上四五百五六百 就能买到的中端实战鞋 可以把它描得特别彻底 不过我并不想把韦德之道齐 喷的异物实处 虽然它的实战性能真的不达地 但是这双鞋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帅 特别帅 特别的良心 而且是我们伟大爷 在场上穿的最后一双正戴吧 应该 虽然性能不行 但我还是很爱它 好了 那么今天这五双实战鞋的简单实战测评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想看其中任何一双的详细实战测评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也会酌情的为他们一次推出详细实战测评的 还有必须要提醒一下大家 之前乔11 Concours的抽奖活动 依然在进行中 有兴趣的可以去我上一期 乔11实战测评的视频里面了解一下 我将于2月19日正月15为大家开奖 奖品是一双全新的Air Jordan 11 Concours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你们观看 感谢你们的支持 这次也能做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